记得2010年的梅基台风吗 当时让苏澳损失非常的惨重 而水保局呢 今年发表了这个相关的影片 叫做雨天的勇士 希望以梅基台风作为这个背景故事 描述的是防灾专员 怎么样走出这个防灾的上通 黄土泥流急奔而来 桥段落轨已经像触目惊心 但每个灾区背后都有坚强后盾 五位风雨穿着橘色制服 穿梭在春里巷漠间 为了民众安全 土石流防灾专员 得在强风大雨中挨家挨户疏散 水保局透过微电影方式 深刻描述牺牲奉献的 这群五名英雄 不做谁做 每遇到台风好雨的时候 我们这个防灾专员 全部都是绷紧的神经 这会发生的话 我们就给它伤害到最少 我们苏碑里 基民有一个共识就是说 共同来防疫这个 暂时发生的这个灾害的一个海底 走过遗憾伤痛 决定奉献自己在极端气候来临前 超前部署降低伤害 从编波巡视 向水保局回报雨量 一路到灾害来临时的疏散撤离 防灾专员们一肩扛下 水保局为了让大家更理解防灾观念 发送防灾汇本给小朋友 也特地主办电影首映会 让大家一起认识 这群与天勇士 华尔新闻 张春会 廖子萱 林玉山 宜兰报道